秀兄弟 岳姑娘你照看着 我和晓晴先去熬点药 嗯 照顾 嗯 需要确认她是否平安 嗯 啊 嗯 嗯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梦章 此人行事不择手段 非正道所应为 敖虚神尊为何信任这等恶毒之辈 情媚他们呢 奸要 师弟 我已无大碍 多谢你 还有 男女授授不牵 手不能随便牵 请你以后 莫要再做出此等举动 你我共生 我只想确保你的安全 修武几乎没有世间观念 我也不该太苛责他 我没骗你 现在 我确实感觉无恙 你没事就好 但是 方才在那冰窟中 你只顾救别人 却不顾自身危险 这点极为不痛 嗯 是我鲁莽了 当时下意识地只知道保护情媚 毕竟如果我有事 你也会受牵连 我是说 你应学会护自己周全 还有 也需要习惯让我来保护你 他 他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怎么了 这对你我都好 扬静点 师弟不知事事 那句话没有其他意思 我进来了啊 岳姑娘醒来啊 你筋脉遭寒气所亲 尚未恢复 我给你熬了些补药 谢谢 不过我没料到 岳姑娘你醒得这么早 这药有些烫 小五兄弟 交给你喽 就是让你把药垂凉 别让人家姑娘自己动手 看来还要找机会跟她解释清楚 阿游 秦妹呢 小晴在厨房看第二锅药呢 那锅是去寒的 待会儿端上来 你和秀乌兄弟都喝一碗 不多说了 他一个人我不放心 你们聊 我先走了 我自己来就可以 还有啊 别人教你做什么 不用都照做 我不是说这个 是小晴的声音 咱们要出发了吗 还是在等待 还是在等待 孙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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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要出发了吗 客官吃好喝好啊 就地休息一夜 明天继续上宫 白试 这个石头是 你受伤了 离远点 离远点 别度过闲事 等等 这人受了伤 就应该好好看看伤口 我是大夫 让我看看 这天寒地冻的 受了伤在马棚里住上一夜 肯定会冻坏的 你受伤了吗 不 不 我没事 是吗 这位大夫 可是说要给你看病呢 我看你就别上矿了 换别人来吧 大人 大人 我错了 我还能上矿 我没事 我们先回岳姐姐那里 什么东西 她虐待人是觉得有意思吗 我去跟掌柜说 让她在后院织个火炉子 探火前我出就是 好 我们一起去 客官吃好喝口啊 咱们要出发了吗 客人要吃点啥 好 掌柜的 麻烦您给后院织个炉子 探火前算我们账上 好 客官 您真是个善人哪 也算不上 就是看不得那些官兵的样子 这些官兵啊 每一次都是住在我们这里 他们一想如此 毕竟是官 总得有些架子 就没人有意见吗 当然也有 但我们一个小客栈 也不能怎么样 不过这些官兵着急 最多住一晚上也就走了 忍忍就好 客官别怪我多说话啊 听我一句劝 您还年轻 别把鸡蛋往石头上撞 他们可不好惹 多谢掌柜 我们会注意的 客人要吃点啥 五块手 客官吃好喝好啊 真心吧 你们真心 我们还要出发了吗 怎么了 我听到后院好像有吵闹声 这客栈来了个矿队要入住 弄得人殃麻烦的 而且那些领头的 根本不把矿工当人看 那些矿工也不知是怎么回事 明明就那几个士兵 他们一大帮子人今也不敢反抗 他们不是矿工 是矿裔 那些矿裔 是被他们强抓来的百姓 去开采一种叫冰金矿的东西 冰金矿 那不就是我们在裂风谷中 建过的矿石 监工们为了控制这些矿裔 便把他们同家人分开关押 若是敢反抗 他的家人也活不了 刚才那个人不敢休息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是这样 可就算把他们当仆裔 也不能这样操劳吧 他们根本不会在意矿裔的性命 等到矿裔倒下 就弃之荒野 太恶劣了 竟然会有这种恶霸的存在 我看到那个头领的房间了 要不 我去把他捆了 然后把那些矿裔给放了 师姐 我和桑游一起去 你们先别冲动 这事可晚不得 这个矿队很可能明早就离开了 那些矿裔为了家人再忍耐 我们怎能贸然行事 先等到晚上 我们再去打谈消息 要救 就连同他们的家人都救出来 说得对 我一着急 都忘记这回事了 要打谈消息 先得搞定那些守卫 好 我去调治一些谜药 晚上行动吧 那边银石去 那是守卫最为薄弱 你们是白天的 咱们小声说话 虽然看守已经被我迷晕 但动静太大 还是会被其他人注意到的 你们的家人被关在哪里 我会将他们一并救出 村长 多谢几位好意 但是 仅凭你们几位少年 是不可能对抗的 辽国公军的 请少侠们回去吧 原来这几年 就是尔等一直在山谷外 广荡广荡地敲来敲去 您 您和山神简直一模一样 我就是山神 这几年来 尔等一直在此山挖冰金矿 绕本山神休眠 着实讨厌 山 山神大人 小等名严寒 我等 我等并非有意冒犯 严寒 听着 卢龙军人多又如何 没什么好怕的 这几个家伙 虽然年纪轻轻 但着实有些本领 山神大人既然这么说 几位少侠 请务必救救我们 你说话竟然还不如御灵管用 其实我们一直在想办法 带家人逃走 但卢龙军把守孙严 我们根本找不到任何机会 几年苦工坐下来 我们早已病痛缠身 又哪里是那些训练有错的 卢龙军的对手 严大叔 你们的家人现在什么情况 我们这些旷役 平时被关在卢龙府旁的营地里 营地中央 有一座非常高的塔 叫什么神庭塔的 远远就能看到 等您到了那里 请找一个叫阎胡的男人 他是我侄子 好 您可有什么信物 这 我写一封家书吧 请用我的符纸和朱砂笔 我把情况都写在书信里了 我值得认得我的笔级 他们一定会 裂风谷无人敢去 尔等可以去那里暂避风头 接下来就交给这些小娃娃吧 胡氏羞扰本山神 恭送山神大人 严大叔 路上小心 我们就死别过 姑娘 我们是不是 在哪儿见过 没有 没有 刚刚朕应该直接收拾了那个监工 阿游 严大叔他们是受害者 如何处置 还是要看严大叔的 况且 善恶有轮回 若真的动手 或许会报应到他们和家人身上 家人如此重要吗 对人族而言 有时 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 青妹 怎么了 没 没事 鲁龙府 那儿的地形我比较了解 我来带路吧 呀 我来带路 我去是不是 陈寓 就算了 你什么 我来带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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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大家这样 我来带路 我去带路 这个找路 你了 我来带路 那儿的地形我 我来带路 你明白 我来带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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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找到了吗 你们找到了吗 感谢观看